很多人呢都向往在城市生活啊 但是呢在城市有车有房有生意的李先生 却特别想逃离城市回到他的农村老家过日子 为此呢夫妻俩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而且呢婚姻也因此亮了红灯 那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舞台上 一块来了解一下 有请今天的两位讲述人 二位请坐 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张静 张女士哈 两个人结婚多少年了呀 我没结婚五年了 当初是怎么在一起的 我老公吧 他是在我们家那个之前的时候是做厨师的 然后呢他这人吧就挺能干也挺踏实 在你们家做厨师是什么意思呀 对因为我爸爸开了一个饭店 然后呢就请了个厨师 然后就是我现在老公 我是从小啊农村长大 然后我是弟兄三个 我是老大 我上了技校 上技校之后吧 然后我学了厨师 学了厨师我就到济南来打工 然后打工正好在他父亲那个店里头 当时他父亲看我那个挺踏实 人又挺实在 然后呢就把我介绍给他女儿了 他吧就是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吧我爸也挺看重他的 当时的时候吧那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当时他在那个前台上 我觉得他挺精明 人也漂亮 我觉得也挺喜欢的 当时我们也是发展的也不错 后来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过得怎么样 结婚之后的话 过得还可以吧 然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 他老师跟我说 要是回老家 回老家去那个开火锅店 现在这个店是你们两个人在经营是吗 对是我们两个在经营的 一般的话他是在后厨这边嘛 然后的话我就在前面经营 生意吧做的还是还可以吧 生意还可以 但是李先生想要把店关了回农村老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想回老家吧 可能也有他的原因吧 说是家里母亲啊 什么需要照顾之类的 他就是太自私 太自私 光考虑自己 不考虑别人 不是我怎么自私了 其实我们这个店呢 是一个主要是以夏天 以烧烤为主 但是冬天里就不行了 我经过考察到我们老家 因为我老家是邻居的 我们老家的火锅店啊 生意挺好 挺好干 我就想啊 到我们老家去干去 正好在老家也能照顾我 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 这样一举两得 给他商量呢 他就是不同意 所以说我特别生气这个事 可是这五年 在城市里都生活得挺好的 也安家了 有孩子吗 有孩子 也有孩子了 突然就想要回林姨老家 这其中除了因为老母亲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李先生 他这个人太霸道了 不是我怎么霸道了 我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比如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吧 我们有孩子之后 基本上他就不让回家了 我们结婚五年就回家一次 回林姨老家 对 怎么不让你回家了 你们家的条件怎么回去啊 你说咱结婚第一年不就回家了吗 回家以后 你家里那么冷 冬天多冷啊 是不是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你说就你家那厕所能上吗 我在你家待那几天 连厕所都不敢上 这个农村生活啊 这个条件是比城市是差一些 但是毕竟是我老家呀 毕竟我老妈也在老家呀 她这样做 所以说你说我心里能舒服吗 别人都以为我出来了混得不错 家里都以为我混得不错 有吃有房 媳妇也挺好 但是我的苦啊 真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别人以为啊 这个外表是比较光鲜的 其实呢 我在他店里就是一个长工 因为家里的财政大权 都在老岳父手里头 和他手里头 我说什么话都当不了家 我就是一个厨师 给他打工吧 怎么就是给你打工了呀 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啊 是不是啊 有车啊 有房啊 对不对啊 咱们还有一个那么好的孩子啊 你觉得有哪 不知足的呢 那车房啊 不是 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住在他们家里 他这个人太霸道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你说回家不让回吧 你说我两个弟弟 他都给得罪了 你弟弟要钱的时候 我没给吗 他说我得罪他 现在记得我们的钱 都还没还呢 还说我得罪他呢 我二弟结婚的时候 买房子嘛 他说是那个 差两万块钱 然后给我伸手 你说我算是大哥 他们觉得我混得不错 你说我能不给吗 我给了 不是给了吗 给了就给了一万呀 我给岳父要 岳父说没有 咱家里当时就这么多钱了 七错八错给你凑出来了 凑出来之后的话 你还不愿意还嫌少 哪有能这样的呀 就凑了一万 是我的亲弟弟啊 还让打借条 打借条不说 整天 没事去打电话 新姻弟还没算账呢 凭什么不打借条呀 还有一个弟弟啊 因为什么呢 我家里 我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早 这不是看看 需要那个挪坟地 然后需要买墓地 买墓地吧 需要一万五千块钱 买墓地也给钱了呀 一万五千块钱 听我说 需要一万五千块钱 钱虽然不多 但是我想 我说一个大哥 他们都以为我出来 混得不错 我就想 我起个 这个带头作用吧 我出一万 让他们弟兄两个 你出一万 你凭什么出一万 儿子都是一样的 那你出一万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说让他们两个凑五千 嗯 他就是不同意 所以说 弄得我 三弟也不愿意了 最后 我注意到刚才 李先生说了一个点 他说 就这一万块钱 我还是跟岳父要的 这是 我基本上是不当家的 嗯 家里的财政大权 都在我岳父和他手里的 嗯 对 我爸爸经营这么多年了 我爸懂啊 是不是啊 你一直没怎么经营 对吧 我爸懂啊 说句难听的 我爸妈没了以后 这些东西不都是咱们的吗 这位女士 你兄弟姐妹几个 我是独生女 独生子女 哦 那这样就等于 你的生活和职业 是撑在一起的 是的 家庭 你们是合在一起 打工 上班 工作又合在一起 是的 哦 我问问这位男士哈 因为你们两个是 当时是因为你来女方家里打工 这样结识的 那个时候肯定是有工资 是吧 对 那你们结婚以后 咱这工资还照发吗 结婚之后 其实我就是一个长工 没有工资的长工了 没有工资是吧 对 就是说 理论上讲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收入来源了 你的收入跟你们现在 跟岳父 跟妻子 共同经营的这个小店 是混在一起了 对 不可能啊 他有钱啊 他每个月的话 都会给家里打钱的 虽然的话 不能当在家里照顾老母亲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每个月的话 说好了 是给家里打两千块钱啊 是吧 然后这个事的话 我也同意了 咱不是不同意啊 毕竟的话 都有父母嘛 对不对啊 同意了之后呢 他卡得好 打钱了呀 他自己偷偷去打 每次都多打 不是 他多打的钱从哪来的 他自己藏的私房钱啊 这个事我澄清一下 因为这个钱是那个 我们两个还没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打工 这是发工资的 那个时候 我是存点钱的 后来我们结婚之后 就不发工资了 你说我那 那个钱 我给我母亲打 他不给你钱吗 那个钱拿出来 孝敬老母亲 对啊 还不可以吗 天经地义啊 他都不愿意 他给他妈钱 那个卡是他妈的 但是呢 他那个卡在他二弟手里 每个次打到钱以后呢 都是他二弟的 我二弟是 是不是那钱 都他二弟花了 我二弟是我的亲弟弟 我妈 七十多岁了 他拿着卡 说实在我也不放心 我让我二弟拿着 给他取了钱 给我妈 这个怎么还有不放心的吗 七十多岁了 是谁在照顾呢 是我家里 我二弟和三弟 两个弟弟在照顾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每个月 我再借点钱 因为我不能照顾 我就借点钱 就是这个样 你现在是在这个家里的店 干也没有工资了 你原来的工资 它毕竟是有限的 你一直打一直打 总有一天 这个钱会没了的 那你没有钱了之后 要怎么办呢 所以说没有钱 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我就给他要啊 就已经出现了 没有钱的情况了 对 我就给他要啊 要他不给啊 他不给 你说我心里能舒服吗 怎么能不给呢 不给的话 他哪有那么多钱 往家里打 对不对 咱们说好了 是每个月往家 打两千块钱 结果呢 他每次都打 为什么呢 他那个存根吧 放到衣服都锐了 然后我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吧 我就看出来了 哎 每次都多短 多个五百 是吧 多个一千 每次都这样 你说他也不跟我说 他不跟我说 我就更生气啊 关键是他在家里太霸道 他老是就是以为什么呢 我到他家来是个倒贴门 就是说我那个当时 也没花什么钱 他觉得好像是我 那个老是欠他们家一样 那妻子哪些行为 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呀 平时让就是到我老母亲那里去 他也不去 你说你不去可以 你不能阻止我去呀 连我去他都不愿意 没说不让你去啊 你回去看老人的话 是正常的 对不对 你看看就回来呀 你不能回去了之后 不回来是吧 你不回来 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啊 我听到这个地方 听出点眉目来 妻子的心态是什么呢 等于养了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虽然是一开始 在自己家店里打工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经济的问题 就是一个工人 我发给他工资 但成为老公以后呢 因为你这个家庭生活和企业呢 是运作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你看 买车买房生活 全是咱们这个店里的收入 因此呢 再看他的话 等于是什么呢 你看我嫁给你了 我也没给你要彩礼 我嫁给你了 我也没给你要房子 我嫁给你了 我也没给你要车子 那不全是我们家出的吗 当然女孩子倒没有说 我这样倒贴给你 我又多么不合理 但内心当中总觉得 我不劝你什么 但是呢我希望你 在这个家里安心地 跟我一起过日子 这就是女方的心理 咱们看男方心理 男方心理可不是这样哦 一开始打工的时候 有工资 但是呢逐渐呢 结了婚了是个好事 那么你家里给买的房子 给买的车子 甚至所有的生活费 都是由你们家住 这个男人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 可是男人的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赢得这些 而且这些呢 还是你们除 不是他创造 男人在婚姻当中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企迹 是这个家我创造 到底这个房子里边 有多少是我创造的 这个车子是不是我创造的 他的自尊找不到的 这样一来呢 就是唯一想 孝老孝孝孝孝孝孝母亲的 那点私心都完不成的话 我觉得这个男人 会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 没有地位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有跟妻子提过 多多少少给你点工资 这个事吗 提过 给你担当的钱干嘛 你说你没事的话 在厨房做饭是吧 完了之后的话 要车有车又房有房 对吧 又不少你吃又不少你喝的 不不不 这个钱不是你给人家的 不是你施舍的 也不是你赏赐的 是人家通过劳动换来的 这是一个个人价值的体现 他不在你这个店里 去别的店里 他依然能挣到这个工资 现在我们是一家人啊 是一家人 但是你没有把它摆在 一家人的地位上去对待它 你这个家庭里边是什么呢 是整个一锅粥 这里边工资是谁都 包括你老婆都没有工资 但是你们的生活呢 却是这个家庭里边的 收入在支出 等于你那个店 养着这一大家人的所有人 包括你的孩子 可是呢 这个家庭的主宰是谁呢 也不是你的妻子 还是你的岳父 你的岳父可能会这样认为 你看 我干的这个产业 养了我一大家子人 包括我的女儿 我的女婿 我的孩子 要房又房 要房有房 要车有车 但他唯一没有体会到 你的感受 一个男人除了生活工作 他还有社交 当他体现社交的时候 资本哪里来 还有他在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兄弟姐妹那里的角色 但那些角色要体现的时候 他就捉襟见肘了呀 那么那个时候的捉襟见肘 马上就会让他感受到 哟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我没有自尊啊 我没有收入啊 我没有来源啊 你们考虑过这个因素没有 对 老师说的很对 包括我的朋友 我的一些亲戚到济南来 我都不敢约到我们店来吃饭 怕他有意见 你朋友来的还少吗 你自己的话你不知道吗 来了好几次了 我也没说别的呀 是不是啊 但是每次走了之后 他都给我脸色看 所以说从这个事上 他不让我回家开店这个事上 我就觉得 要不行啊 就自己过自己的 那怎么办呢 这边怎么办 那他不去 那我走 所以说我收入东西 我走人 个人雇个人的 你们的关系怎么办呢 现在不行就离婚呀 反正这几年我也受够了 那就是说你回去 要开火锅店 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 可能会以婚姻为代价 离婚了 然后你也要回去 是不是 怎么说呢 我就是 不要老婆也不能不要我妈 五年前 李先生由老板顾的厨师 变成他的上门女婿 可五年中 妻子对农村婆家却非常轻视 对婆婆也疏于照顾 这让丈夫李先生非常不满 这几年这个妻我也受够了 正好我也远离她 现如今惹无可忍的她 决定离开岳父家 不惜离婚也要回到老家 不要老婆也不能不要我妈 没有说不要你妈 真的现在到了需要你在两个中间做选择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这个地方 对 不在老婆和老妈之间的选择 而在于这个主权的宣誓 这个男士 他其实现在应该是想在这样一个不对等的关系里面逃离 而且开火锅店仅仅是一个借口 而选职选在老家是因为顺便能照顾老妈 对 他其实是想争得他的财务自由 对 实现他的个人价值 他有能力 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已经表现出他独特的这种工作能力 事业能力 所以他不想依托在这个家庭里面 假如这个家庭给了他足够的尊严地位 一或说自由以后呢 他未必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士呢 这种想法呢可以理解 但是话说回来了 那这个想法呢还得看 这个家庭到底给了你多少的冲击压力和不适 而我们要分析这些冲击压力和不适 到底它合理还是不合理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 你大弟弟要两万块钱 结果呢 这个家里给了你一万 好像你打了一个借条 我觉得确实给了你不少的压力 包括你的自尊心也会受损 当然都是为了家 没有错 你爸爸也是为了这个家 你也是为了这个家 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但是他除了这个家以外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家 你呢 只有这一个家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家里 你可以身心合一的 把所有的情感财物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家里 你很安全 你很幸福 他呢 他把所有的感觉都放在这个家里 就满足了他所有的内心的企举 心理的感受 个人的追求 以及他所有的心愿吗 其实他背负着还有很多 他的妈妈 他的两个弟弟 就那两万块钱 你都让他打借条啊 刚才你说的那个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批驳你 你说金兄弟明算账 姑娘啊 你把这个词用到这个地方 不对的 很伤心的 这个老公啊 我认为 你是硬生生的把他给推出去 我再问一下老公 你跟你的岳父岳母关系怎么样 处理的挺好 处理的挺好 对 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他们评价 应该是挺好的 我问这个妻子 你的老公跟你的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 关系 关系一般吧 还可以 哦 关系一般 一般吧 还可以 你觉得你老公的情商怎么样 情商不是很高 情商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 是个吃苦耐劳的人 但是呢 并不是一个会处理关系的人 对 他老是惦记回老家 是吧 回老家 你说我们结婚之前 我们爸妈都说好了 对不对啊 以后的话 就好好进行这个饭店 我觉得张女士 但是只看到了表象 他想回老家 是什么原因啊 对了 你刚才也说了 你的老公 情商不是特别高 但是挺能干的 是不是他只会干 不会说 然后他情绪上 有一些压抑 有一些 想要宣泄的途径 所以才找到了 回老家这个方式 你老公一再强调 在这个家里受够了呀 这位妻子 你想想 他这话多么重啊 他受够了什么呀 我现在不想问他 他问你 你些许的感觉到 他在家里受够了吗 没有啊 我觉得他过得挺好的呀 那他受够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哪个地方 说受够了呀 天天的话 正常的话 干活上班 咱们经营这个饭店 就挺好的 有一句话叫 不能光让牛干活 不让牛吃草 李先生一看 不是那种 会花言巧语的人 一看挺踏实 挺能干 他在你这个家里 默默地耕耘 一直在奉献 他也不会表达 自己的诉求 而你们呢 就一直让他干活 但是他总是有一个限度的 人的承受 总是有一个限度的 他承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会想方设法地来 宣示自己的主权 想要突破 想要改变 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找了 只能找到回老家 干他的老板行 这是看似是在你和他的老母亲 老家的弟弟之间的选择 其实是他主权的一种宣誓 但是恰恰张女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心情 减压仓 让我们的减压团的导师 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家里都以为我会得不错 我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 有车 有房 你觉得有哪 不知足的哪 我在他店里就是一个长工 我说什么话都当不了家 现在我们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 但是你没有把他摆在一家人的地位上 去对待他 你们的关税怎么办呢 现在不行就离婚呀 刚才在台上我们也听了 你一直在说 在这个家里面你受够了 在家里啊 怎么说呢 就是一点权力也没有 你起码说 我在他这个家庭当中 我也是他的丈夫 也是孩子的父亲 我说什么 说了和白说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当中 就是一个给他干活的一个长工 没有一点自己的话语权 所以说我这个精神上 我确实受不了了 他是因为当下 没有那种主人翁的感受 他想尽早地实现 他成为一个当家做主人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很想这样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投资 回到家乡去去办企业呢 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说了算 看来现在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还依然还是你的爸爸说了算 可是呢 他只是这个饭店的一员 又是饭店的一员 又是你的老公 又是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女婿 又是财务上没有真正事业成功的一个个体 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 我觉得是酸甜苦辣 无畏拒绝 在家里我觉得受点气啊 我也就是忍了 但是我老家 我两个弟弟 我就这几个亲人和我老母亲 他都让我 可以说是 把他们都得罪了 在这个家里面 你没有权利 没有得到尊重 在老家 你反而背了一个不孝顺的名义 那弟媳妇就都说 都说我这个老大 出去了之后 娶了媳妇忘了娘 忘了娘了 对 那我其实有句话一直想问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以按你的能力和价值 名正言顺的提出 发工资这件事情 这个事啊 我心里也想过 但是呢 必然 那个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人家也没有彩礼什么的 我心里觉得亏欠人家 所以说我总是张不开口 假如我这个换位思考 我来 舍身触地地站在你的 父亲的角度 我不这样设计 我让你们独立 不要跟我这个大家庭合在一起 否则的话说不清楚的 会埋没你们每个人 在这个企业里边的 投入 所得 贡献 以及积极性 我跟 如果你在我这里干 那我就发给你们工资 那么你们买房子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那么父亲来讲 我可以资助你们 但是呢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整个弄的家庭 产业婚姻 亲子一锅 粘住 每个都 这不是个好办法 所以我建议你呢 回去以后跟你爸爸谈 第一个问题 就是 所谓的分家 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 脱离爸爸妈妈 而是 要实现一个家庭的自由 哪怕说 咱们 少要一点工资 但是不能不要 工资和 你媳妇给你零花钱 这概念不一样啊 工资是什么呢 我理应得到的 这个钱的支配权 由我来决定 所以我可以给 母亲寄钱 我可以给弟弟花 我一样可以给媳妇买礼物 可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可以买点东西 孝顺 岳父岳母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你把你的这个 衡量价值的这个 这个工资 主动让出去之后啊 你的孝心也进不了了 你在这边啊 能进的孝心 能做的事 你也办不了了 是啊 是不是啊 对 我觉得别光顾了 你这个家庭 你一定要兼顾 你老公的家庭 因为现在的问题 不是你们两个单过 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的把注意力 生活的轨迹 全部都和你的家庭 放在一起了 很明显的 他的家庭 被冷冷地放在一边 假如你们两个 小家庭是单独的 那你们两个 分别靠近 彼此父母的要求 是同等的 而现在来讲 不对等 是他跟你一起 靠近了你的爸爸妈妈 而远离了他的母亲 你俩应该 拧成一股神 毕竟嘛 结婚之后 你们这个核心家庭 对你们两个来讲 应该是比 原生家庭要重要 所以其实是一个 艺术的博弈 你得把妻子 往你这拉一拉 你多花一点钱 但是解决了 你老公的后顾之忧 对你这个家庭 有百利而无遗憾 如果你不把你 婆婆的问题解决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存再多的钱 也有可能解体 你这个小家庭 主动从心理上 争取拉近你和你媳妇的距离 总而言之 你要制造一个氛围 是要把这个小家 要攥和起来 明白吗 能不能攥起这个家 关键在你 是不是啊 尽量争取吧 对 我们心情减压团的 两位导师 已经对两位讲述人 进行了心理疏导 那心情之门 会不会打开呢 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个数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请我宋老师 给我收到吧 我觉得吧 嗯 我们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包括我爸这边 回去之后的话 我会给他多沟通一下 还有我婆婆这边呢 嗯 咱们不得忙的时候 或者是有空的时候 就把他借来 来我们这边住一段时间 对不对啊 然后那个 多照顾他一下 毕竟年龄也挺大了 然后 我老公这边呢 我也就说 嗯 给他一些 自由吧 包括一些 嗯 金钱 财务上的自由 对吧 然后我们以后啊 嗯 好好过日子 好好孝顺我们的父母 我也不那么 执意 非得回去了 嗯 毕竟啊 一个家庭建立 起来也不容易 嗯 而且还有孩子 嗯 以后啊 因为我那个 平时我们只注意工作了 以后尽量的 我们多给予自己一些 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时间 哎 都要也考虑考虑他 啊 嗯 怎么说呢 两个人共同协力 把这个家庭维系好吧 你一砖 我一瓦 你弃墙 我上梁 家有夫妻二人一起搭建 两人都出了力 费了心思 有了付出 才会有依恋 有感情 而建个围墙 将男人圈在其中 立上规矩 加强监管 这样的家 注定的只会让人 想逃离 在婚姻中 女人需要爱 而男人更需要 尊重和支持 当妻子给予了 丈夫尊重 她也将得到 丈夫更多的爱 如此互敬互爱 才是维持婚姻 长久不变的真谛